好来看到之前有一名罪悍凌晨五点多擅自闯入 位在花莲市国庆一街的一处私人佛堂 情绪失控跪在佛像前痛哭参拜 佛堂管理人员在察觉有意之后就报警来处理 那么警方到场后则是将这名男子上铐 带回警局保护管束 休假事关在佛堂立双手和徐 难难自语边败边痛哭 佛堂人员吓坏了要远近赶快把人带走 园警对他说话就像是没听到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好不容易才被园警半拉半圈带离 我知道你很幸福 等你清醒后再来好不好 这样才有诚意 好了 帅哥 我知道你很幸福 把身份证报一下 你要也要让佛知道你的身份 关在地上拜个不停 原本还说不用园警帮忙 马上又冲回佛堂 再度哭倒在地 竟然软得不行 原警只好来赢的 两名原警驾着他要把事关带回警局 眼看就要上车 居然又有事情 直接从车上摔到地上 1号凌晨5点左右 移民花房部南浦营区的赖信士官 则后突然闯进花莲市国心街的私人佛堂 在佛像前痛哭 工作人员赶紧报警 根据警方劝导该男子人不愿离去 为预防他人生命身体之危险 予以保护管束 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的裁处 根据了解事关 因为家庭因素在外喝酒 才会发生脱续行为 将会依照规定陈处 这下等到事关究心以后 恐怕也是后悔目击 记者向文艳徐里勤 花莲长报道